热的传递 蠟燭烧着池根的头部 所以会较热 而热的传递 就是说热会从物件较热的地方 这里被人烧着 的一端会传到较冷的一端 热会从较热的一端 传到较冷的一端 物料的传递速度 金属传递能力很高 所以是优良的 道热体 金属的例子 例如有 铁 黄 铜 而非金属 例如 木 塑膠 他们的传递能力 是较低 所以是 不良的 道热体 道热体 金属 铁 铁 铁 全热速度 高 或者快 是优良的 道电体 非金属 非金属 例如 木 塑膠 全热能力低 全热速度 是慢 所以说 它们是不良的 道热体 烤烤叉的前部份 它们是属于金属 是一些铁 所以它的传递能力高 所以是优良的 道热体 烤野食 对了 但是 后面的这一部份 是木 它们是属于非金属 木 的传热能力 是低的 它是不良的 道热体 那时候烤野食 就不会烫到手 这个锅 的手柄 和锅盖 试用什么造成的 答案 塑膠 为什么要用塑膠 制 手柄 和锅盖 因为塑膠是 非金属 和它的传热能力低 和不良的 道热体 这样的时候 就不会传热 热出我们 这个锅的锅身 这个部份 是用什么物料 制成的 答案是金属 那为什么用金属 制成呢 因为金属的 它是全热能力高 它是传热能力高 还有它是优良的 度热体 所以煮食 所以煮食 就会快点 熟了 和快点会热 保温的功能 毛巾 它的保温能力高 第二名 第二名 就是这个的 报纸 第三名 就是金属物质的 石纸 毛巾 毛巾和布纸 都属于非金属 而石纸 就是属于金属 非金属的保温功能 就会较好的 而金属的保温功能 就较差 保温功能 钢的饭盒 和塑胶的饭盒 哪一个 会保温好些呢 答案是塑胶 因为它是非金属 它的全热能力较低 它是一个不良的 倒热体 相反 这个钢的 它的全热能力高 热很快就散走 所以它保温功能就很差 金属 钢瓷羹 受热 它就会膨胀 钢瓶是月字簿 钢都是月字簿 相反 它遇到冬的时候 见到冰很冬 它就会收缩 空气受热 例如用火去烧空气 空气就会膨胀 膨胀 空气预烂 就会收缩 变回 收缩 而温度计 下面有 一些的液体 会随着温度的改变 它都会冷缩热胀 也就是说 冬天冬的时候 它缩一够 温度就会很低 相反 夏天时候 它就很热 它就会膨胀 去到很高 热死人了 最后 我们将一盘热水 然后将一个凹了的 乒乓球 放入热水里面 球会怎样呢 没错 球会 因为里面的空气 会膨胀 结果凹了球 就会变回大 这就是热胀 这个乒乓球 乒乓球 就会回复 原状 成为球体